在追求高效环保的农业生产中,棉米机作为稻谷加工的关键设备,其性能与价格成为了众多农民和企业关注的焦点。 近日,我们对市场上的新型棉米机进行了深入调研,发现不同规格不同品牌的棉米机报价差异较大。 对于中锐粮油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棉米机,小型全道设备的报价大致在25万至50万之间,桌型设备的价格则在50万至200万之间,而大型设备的价格更是高达200万以上。 这些价格区间不仅反映了设备规模的差异,更体现了设备在技术水平、生产能力以及智能化程度上的不同。 一条完整的水道粘米机流水线,通常包括清理设备、龙骨机、糙米机、分析筛、色选机和包装机等主要组成部分。 清理设备如震动筛、去石机等,能有效去除稻谷中的杂质和石头。 龙骨机则将稻谷的外壳脱下,得到糙米。 糙米机进一步加工,去除米糠,得到白米。 分析筛将白米按大小进行分析。 色选机和包装机则提高大米的品质和方便储存运输。 这些设备相互配合,形成了一条高效自动化的水道加工流水线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新型粘米机不仅具备高效自动化的特点,还具备多功能多用的优势。 例如,部分高端型号的粘米机不仅可以加工倒鼓,还可以加工玉米、小麦等多种鼓物。 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。 同时,一些粘米机还配备了智能控制系统。 可以根据倒鼓的品种、湿度等参数自动调节加工参数。 保证了加工效果和产品质量。 综上所述,选择一台适合自己需求的粘米机。 不仅要考虑价格因素,更要注重设备的性能、质量和多功能性。